看好东南非市场商机 外贸协会筹组拓销团 第一站来到非洲最大经济体南非 展示台商的多样产品 包括阀门 无缝钢管 油风 以及女性化妆品 经济部次长王美花表示 台湾制造业产品CP值高 希望透过贸易洽谈会 为台商带来更多商机 台湾的这个商品 特别在我们制造业的各种工具机 各种零组件 在国际上其实被公认为是 品质非常高 价格非常合理 就是我们所谓的CP值很高 我们也希望今天在 约翰尼斯堡的这样的贸洽会 给我们厂商带来很多的商机 拖销团不仅吸引南非商人洽谈 也有多位当地台商前来寻求合作机会 驻南非代表陈忠 及南非工商会会长穆卡齐 希望未来双方强化贸易合作 南非是非洲最大经济体 也是全世界各国各大投资者跟贸易者 要到非洲投资或者贸易的一个桥头堡 我是希望现在这个座谈会当作一个新的契机 让双方的贸易投资 整个经济的合作更加的紧密 经济部今年三月成立非洲市场推动办公室 积极扩大非洲贸易 贸协拓销团团长孙杰夫表示 过去台商多扮演供应商角色 未来将招募更多买家向非洲采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